時威要沒有收支筆 毛巾又不可以戴 變相好像現在有一個責任在我們身上 就是我們要去記錄這個時代 快點 準備嗎? 大家好 我們是GTJYB 雞蛋靜悟病 香港樂隊從來都未試過 在台灣金曲獎的最佳樂團被提名 但是大碗算術文謠 以及以港式英文唱出生活議題的雞蛋蒸肉餅 今年就出現在第28格的入圍名單了 我們不是說很刻意 或者有心要去做一隊所謂政治Bang 我們真的都很想寫下情歌 很想做李白談天雪地 但是內外就是我們每天打開報紙新聞 看見到一些很荒誕的情節 我當時是睡著睡著 睡著睡著 因為回學的時候 我心想不信 當下是不信 你是不是看錯什麼 沒有理由我們拿到這麼大的入圍 感覺很新鮮 因為是我們第一次走紅鼻尖 我的感覺是他們好像打仗一樣的 還有台灣對於文化上是比較開放 願意去聽不同的新的東西 整個氛圍我覺得是 在香港找不到的 暫時都 自己覺得這件事挺可悲下的 因為政府好像很推動其他音樂節 但正正就看不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樂隊 他們可以去到這些音樂節 是因為他們之前這麼多年來 是在這些LIFEHOUSE那裡慢慢引用出來的 人家有台灣文化部去贊助 就是他們搞整件事的 他們要發展 他們每年政府文化部會有補助 去到好像LIFEHOUSE的場地 一來莫說別人的租金可能便宜一點 二來人家不會每次都說 這個地方又犯法 那個地方又違法 如果你說消防條例過不了 你就幫忙 政府站三跑這麼多錢 你拿少許出來裝消防系統 都不是很過份 我覺得 我們會透過音樂 繼續去表達一些 我們心目中的想法 可能是我們長輩 其實他們一早就覺得要賺錢才是最實際 但是他們其實有很多事情想做 但是做不到 其實我們雞蛋餅 一向的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這次我們很有機會 可以去到冰島的Iseland Airwaves音樂展 是超級期待的 終於可以實現到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是啊 你 吃 吃 west